这段时间,新疆马纳斯县千亩新玉葡萄逐渐进入到了成熟期 各大饱满经营剔透,果香四溢 在六湖地震杨家稻村的葡萄种植基地 一串串经营剔透,圆润饱满的葡萄沉甸地挂在枝头 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鲜石葡萄 并进行筛选,分级,称重,包装 今天装了100多箱,2吨多 这个葡萄颗粒饱满,口感特别甜 杨家稻村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远 土层深厚,光照充足,昼夜温差相对较大 良好的自然条件,让这里种出的葡萄颗粒大,品质好,效益高 成本就是说一亩就在4000块钱左右 整个我今年可以收入30多万 近年来,杨家稻村依托防沙制沙生态建设工程 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,与生态治理相结合 实现了农民增收致富,生态环境改善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从春天的八土,到街单子,到这个除草,到后头的这个埋梨,这一系列呢 我们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个全程的机械化 基本上 就是Some 感谢观看